好,我们就是从姊妹们的诗歌开始 一首一首往下讲啊 我们先,我随便点啊,我看一下 这一个是哪一首 这应该是600这些诗诗诗 我们再来看一遍 我们再来看一遍 我把左手挡住了有点 我们再来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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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的手臂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屏幕关掉 我们来讲 好,所以我们大家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没有 第一点 第一点肯定是节奏问题 一二三 然后呢姊妹就弄成了一 我觉得那个第一个Do就少了啊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注意一下就好了 然后右手的爬音 左手的爬音节奏也蛮好的 我觉得没有很乱 那当然虽然我们的爬音啊 还是有点转手观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影响 就是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练到现在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别的问题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别的问题啊 好,所以他的手手臂啊 是这样拎在这里的 发现了没有 我不知道他那个 我可能要再往外拉一点的话 就会更明显 他的手臂是这样 整个弹一下 都是这个样的 你们可以从上面那个镜头看 你看我现在放松的手臂是这样的啊 好,我现在弹一个放松的啊 看到我放松时候的手臂吗 就力量肩膀都下垂的手臂 OK 好,包括你看我的人 有人的这一张图 是一个视频 我手臂是这样的 OK,好 现在我来学那个姊妹 好,你看 看到吗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因为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个吗 在视频当中 他的手臂是这样折起来的 是这样折起来的 看到吗 而不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折起来 说明他是拎着手臂的 然后看一下 再看一下我的侧面这样图 整个这边是拎起来的 这边肩颈就是 这是我的双标 肩颈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放松 发现了吗 我看啊 看到了没有 就是这样 都是拎在那里的 这里还可推了一下 但更加的不放松 都选好 我们现在要把它放松下来 看我的侧面啊 把它放松下来 把它按下来 看到吗 放松下来 像我觉得我这样子 我只是拎这边 我还没有拎肩膀呢 我不知道 有没有拎肩膀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 别的地方一定需要 力量需要往下走的 而不是提着 像我们提着一口气在那边 不是这样说 提着一口气 生火 像我们提着一口气在那边 说什么东西 爱得清楚 哦我和愿 能像你蛮有爱 提着一口气在那里 是非常的 呃 就是传不到远方去的 而且是非常累 所以 全部下来做深呼吸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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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哦 我和愿 是不是 我和愿 而不是 哦 我和愿 不是这个样子 拎在那边 全部下来 哦 我和愿 可以吗 OK 好 所以我们要下去 手完全放松 这边也完全放松 OK 等一下我看到有 有在 哦不对不对 不是这个 sorry 哦可以 没问题 好 我们放下来 你一定要起来 自己手臂是不是放松 你看最好检测放松的方式 我以前也 也应该也说过啊 比如说 手指落下去啊 手指落下去 但这里是要紧的 对不对 我以前用攀岩的比喻 来做过比喻 你看我们攀岩的时候就是 指尖是非常牢固的扣在 扣在这个琴键 就是扣在这里 因为我不能让自己掉下去 对不对 但是别的地方你是 整个是 这边整个是 力量是往下的 就是 是 跟着重力走的 而不是攀岩的时候 不会是这个样子 而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立场勾住你 假设假设 或者说假设你在悬崖边 你要掉下去的 你的指尖一定是很用力的 但是别的地方都是 下垂的 下摆的 所以我们如何检验自己呢 我们试试看 这边是很坚固的 好 现在看我 按着这手 看到吗 我的这边没有动哦 你们可以看上 也没有动 但是你们看我 有人的这个镜头 我的手臂是可以晃的 而不是这样 你看这样是晃不起来的 我是很放松的 可以吗 这是一个检验 所以随时停下来 小指 停下来 看一看 小指 小指 是不是也是 这边是坚固的 然后 这边是软的 你看 该软的 该松的地方要松 该坚固的地方要坚固 可以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检验自己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步 是关于技巧方面的 我们姊妹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 因为我觉得你那个状态呢 你去晃你的手臂是晃不动的 或者最好的检验方式是 你在弹琴的时候 让别人来晃你的手臂 这是最佳检验方式 人家一 因为在你的不经意间嘛 你自己晃自己 可能还有个防备啊 这个时候要放松 但是人家晃你 你是完全没有意识 他什么时候会晃你 所以如果一下就是硬的 或者一晃就倒了 就说明你的指尖没有立足 一下就是硬的时候 你这边是没有放松的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音乐 是有音乐 我们一定要传出去 一定要把声音传出去 出现音乐 是有音乐 看到吗 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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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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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这样按死的这个样子啊 当然这一个跟放松也很有关系 知道吗 因为只有 你看啊 我有一天 哪一天那小朋友说到哪一个东西 我想看它是什么 他弹这个小笔 对多分那个 他弹这个 这个就弹不开了 然后我说你感觉一下 因为他喜欢钓鱼嘛 感觉一下鱼 鱼线 从这里甩出去 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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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甩过去的感觉 但是你要想 你甩过去的那一瞬间 是既有力又放松 又有张力又放松的 如果那根鱼线是一个铁丝 你可能这么甩吗 是不可能 硬邦邦的 是不可能这么甩 只有当你是有张力的时候 你才可以这样甩出去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这样我的音 是放松 可是又有张力 而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培养这种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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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 我们以前在弹琴的时候说 你特别是第一个声音 我记得以前我弹一首夜音 当然我现在已经 但是我大学考学的时候 我完全忘了怎么弹 而是说 第一个音说 因为他学那个鸟叫嘛 第一个音出来 你首先你自己耳朵里面 要有那个声音 你耳朵里面 有一个声音的质量在里面 我是要比如说我是要 呃 叮 我是要这样的声音 还是我要 嘟 我是要这样的声音 我是要叮 比较清脆的声音 还是要嘟 比较有点 嘟嘟 立体的声音啊 还是我要 嘟 是这样子的声音 就是你整个你心里 要对声音有一个期待 如果你自己脑袋里面 对声音有个期待 你弹出来 你才知道说 啊我弹的是不是那个声音 就是说你先设了个标准在那里 比如说你先设了个红色的卡片在那里 然后你再去画画的时候 你就有个对比了嘛 我这个红色是不是深了 或者是不是浅了 或者是不是 应该再加点水去 有一点熨染的感觉 只有我自己设了个标准在那里 我才知道自己弹的是不是那个标准 所以我们在耳朵里面要设一个标准在那里 是是 是 还是 你看很多人弹的是断的 那就是 这如果是你设的标准 那你就怎么弹 可是如果你觉得这首歌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的标准就不应该是 那你弹出来就不 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如果说你设的标准是那样子的话 你就有个参照物了 或者说你有个参照物 跟你心里想象的声音弹出来不一样 你就会去研究说我应该要怎么弹 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爱得清楚这个首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如果是你设的标准 你会被判断了 你也会找到你的标准 你会找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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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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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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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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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ör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它是有参丝的 而且这两个是很 就是在腹波琴间这样的感觉 而不是 而不是这样机械型的 就算要做剑墙 而不是这样 而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弹分解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我刚才换下踏板就好了 不换踏板 你知道吗?就有点混 我在到C这边换了个踏板 这边加水 这需要同一看我 就当我比如说C到R 它的爱情不会改变的时候 我在手里没有离开琴间 我有没有这样 我好像没有这样 因为我今天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双音 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把它给拎起来 好 这边我们加话等会再讲啊 好 看我怎么转到C的正常全被供应长青 我是怎么转的两个完全不一样 看我的小指 我的小指是不是还保留在那边 看到吗 我还是三个银环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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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三个银环 我没有踩它 我没有踩它 都可以 有没有刷 我们就在白键上面好了 小指保留住 或者至少保留一个音 发现了吗 这样啊 才能保留下来 啊 不是 看到了吗 当然我们没有这种 一场串的双音的这种可能性 在平时也可以有啦 那古典乐里面可以有 但是我们就是要学会这个技能 我就把双音保持住了 这个大幕子 看到了啊 小指保留住 看到了啊 小指保留住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这是双音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佳花问题 对不对 佳花我们一定要 让人感觉 佳花我觉得 有这么几个 我不敢说概括性啊 但是我目前 马上就能想到的 一个是旋律的递进 比如说 好 弟兄姊妹如同云彩围绕 我真是满在幸福之中 然后他的爱情不会损毁 这一段接啊 这样一个好吧 我就这样接一下 就是有一种承接性的 我要把你从这里牵引到那个高潮的 我要推你一把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在这种地方有一点坚强 然后是要把这个张力给拉开 比如说我刚才用的是那个 看到了 所以这个加画就明显是一个transition的感觉 是一个就是好像怎么说呢 好像我们要转机 这是一个中间机场 中间机场让我们转机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一定要 拉出来啊 然后要一种坚强的感觉 还有种加花 我觉得是比如说有些长音或者有些你可以添加起很美的音色 但是呢它是加花是加进去 就好像我今天梳妆的已经觉得可以了 但是我可能在这里再带一个小头花这样子啊 但它不影响我整体的形象或者妆容或者我涂个口红什么 这种加画就要有层次感 我们来一下 比如说第一句 比如说这里加 这里加一个 如果你看我有没有感觉 我就比原来旋律轻一点 有感觉吗 就会轻一点 因为如果我这样看 甚至层次感就少很多 就好像我在披个外套 其实我这件衣服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只是我觉得啊 就好像我带个丝巾吧 我觉得可能带个丝巾更好看一点 但是我带这个丝巾整个把我的这一件我想要展现给大家的衣服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领子很适合我 但是我带的丝巾 我就把它裹捞了 已经把我想要展现给大家的东西给它掩盖住了 这样的加画就有一点不太不太合理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加画 像小朋友刚才有很多这样的加画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学会有层次感 做得稍微轻一点 感觉到可以感觉到吗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在练加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地方 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看下一首了 有问题 我们随时就是可以喊停啊 这应该是那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把是不是没有把那个发给大家 等一下 我把它放到电脑上给大家看啊 那个谱子它单独发给我了没有 发给大家 我们一边看谱子一边 应该是这一首 好 好 我愛你 好,我們出發這個我們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一次,我是我的大舞 我用手力量也是被我放下來的,在那 好,這一首歌啊,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先從技巧上面來分析一下 我們先從技巧上面來分析 這一首歌呢,左手的大拇指啊,它的指面是這樣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大拇指蠻長的,是這樣的 好,記住我們這裡要盡量保持一個U型,或者說這裡就這個關節要勾起來 我們不是這樣進去彈琴,我們是靠整根手去彈,第一關節 第一關節讓這裡保持一個好的U型 不是這樣,OK,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你看它彈琴的時候,它大拇指都是懸空在那裡的 這樣也打掉啊 這邊手指它就不這樣 就大拇指會懸空在那邊,對不對 就大拇指會懸空在那邊,對不對 對,大拇指會懸空,我覺得力量放下去 就不至於這樣子啊 就不至於這樣子啊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這首歌 我,我沒有,我從來沒有唱過這首歌 然後我昨天,前天,昨天拿到苦子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看那個歌詞 然後在感受那個旋律 今天早上我也還在看那個歌詞 然後我還去Youtube上面聽了一下這一首歌 我覺得Youtube上面的那個版本呢,跟我 就是希望感,就是感覺是比較像的啊 首先,我不覺得它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認為 就是,教會裡面經常在唱的就是怎麼認為啊 第二就是,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四分音符特別多 就是它的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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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節奏比較多 這種節奏比較多 這種節奏比較多的是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考慮一下是不是比較有節奏性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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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而不是 就我們要稍微考慮一下是不是有節奏性比較多的可能性啊 然後,所以基於這幾點呢 然後包括看了一下歌詞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再有節奏性 我給大家看我今天搜的聽的版本吧 但你們也可以給我留言 就是可以在那個那邊留言說你們聽到的是什麼樣子 好不好 我不知道啊,如果你們教會裡面這樣在唱的對我們姊妹們 是不是這樣一個感覺 但是呢,我想說她跟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時候 腦子裡面期望那個 就是想像的感覺還是比較像的 那這樣一筆姊妹彈的就是有點柔和了 那我覺得,你看她還用了小號是不是 對,然後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裡就是需要有一點節奏性 我試試看簡化一點啊 呃,你們一定要告訴我如果你們不是這麼唱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唱的這首歌啊 或者就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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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音是一個大法寶 接着我的左手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就这样 OK 即使就是这样 它的那个整子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稍微加一点 如果我们这么来说 要加一点节奏感 一定要在节奏的后半拍加音 什么叫后半拍 一打二打 一定要学会在那个大那个点上加音 而不单纯在一二三四的那个点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一定要学会在大那个上面加上音符 一打 一打 一打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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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看到吗 所以有很多这种 你大家听不出来 其实它都是加在 一打 就加在后半拍上面 一打二打 三打四打 一打二打 三打四打 这都是我们以前分析过的节奏 然后下面一个它就更加的我觉得呃要怎么样坚定一点是不是呃也比较会不会也比较真理性一点我也我也不 不知道这个时候 就有点 上去一下好不好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一打二打 一打二打 三打四打 在那個後半拍假音 我覺得感覺就好 然後在副歌那邊 這就是助手和弦加轉位 這是一個D8 其實我就是彈一個D和弦的八度 然後上啊 然後再轉位上啊 其實我都一直轉位 看到嗎 哎 我的小姐在彈那個八度 然後 其實都是就是也不一定 都不一定有轉位 還是有轉位的啊 對 所以 彈整個我覺得 節奏感 我們今天就這樣總結 好不好 一定要學會在後半拍上面加節奏 然後呢 雙一定要加上去 然後八度加轉位 也是我們一定要學的 如果你們沒有學我節奏可以回去看 如何彈靜拜父的詩歌 我應該是在那一節課裡面出的 可以嗎 然後如果你覺得跟你們平時唱的感覺不一樣呢 我們就再討論 好不好 好 這一個看看是誰 3 2 3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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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问题是不是出站在指法上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节奏其实我觉得它只是没有练手 但是练熟了它是12分音符节奏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这样的 然后Ready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几个地方 需要换手指的地方 首先 我在这里换手指 可是我的手没有这样子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很自然的 就这样过去 但我没有手腕转动 它现在那么就过来了 然后就平移过来了 就平衡过来了 好我这边都没有换啊 好就换一个 好这边我要换 因为后面有高音了 看到吗 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你看我们先看我 有我人的这个 看到吗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发现了没有 是不是 不需要这样啊 好再来啊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的 就是上一张动作 更明显 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没有任何转动啊 然后提 再弱 提 因为我看到了 所以我去把这个移到是 都是小动作 是不是 平衡过去 手张开来 一定要记得手张开来 虎口张开来 对 我也没有这样一次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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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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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没有啊好你先自己过去我再帮你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极极的执法的转移是完全是平移的一个过程 千万不要有这样子一个动作完全都是平移 然后节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 看一下最后一个视频了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下一首啊 我们再来听下一首啊 我们再来听下一首啊 好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头的部分我们的身体的姿势啊 然后它就可以入来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跟我们上节课讲过弹音阶怎么弹还记得吗 谈音阶我们谈到谈到那里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这边腿这边一定要这个腿要给你撑过去 撑住你那边的力量把你的屁股顶过去 然后这里的屁股要沉在你的力量 也是这样子一来一去的啊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当谈高音的时候 不要有僵硬硬感啊 我们来翻到那里面试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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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是这样很自然的一个一个移动啊 然后放松全部都放松啊 节奏非常好 节奏非常好 所以这边就放松就好 你就不用不用很担心 然后这边右手也放 左手也放松 就放松就好 传递过去 像水波一样的感觉 啊 而不是 而不是这样 像水波一样的感觉 好现在呢它的节奏非常好 如果大家想要弹这首歌 如果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的节奏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听这个音频啊 是没有这个曲子 谁知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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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2 3 1 2 3 2 我们就可以一边听着音频一边弹这样子 你就知道自己节奏该怎么样 它那个大门快 1 2 3 1 2 3 好 现在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拓展延伸一下 如果不想已经掌握很熟练了 不想像这种方式牌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加一点 把1 2 3给变了 变成就是 8度加上去 1 2 3 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这种1 2 3 1 2 3的地方呢 我们只弹1和3 不要弹2 你就试一下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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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1 2 3 1 2 4 2 3 2 1 2 3 就是少那么几个一二三二一二三 然后用上你的八度这样子感觉就会好很多 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有一次就是也唱了这首歌 那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现在恢复聚会了 然后我们之前疫情刚好不是有姊妹 有六个姊妹 她们是住在姊妹之家的 然后她们唱歌又都很好 所以就在一起 她们就带不带口罩 其实无所谓的嘛 吃喝睡都在一起的 她们就唱歌 她们就点了这首歌 这首歌刚开始就觉得 哎呀唱正确的确实有点难唱 因为确实一直以来大家都唱的是错误的 然后就说 那我们就按照原来的方式唱 都唱的 就是按照一二三一二三一 一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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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这样就这样唱 唱完以后呢 后来带师哥的弟兄说 他说哎呀 好像这个味道又不太好 因为通篇听起来都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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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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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篇都有这种感觉 他就觉得 嗯 确实少了一些味道 其实我师哥写这首歌的姊妹 她非常年轻的 她们她就她原来就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她的老大可能也就八岁啊 最多可能也就八岁 所以她非常年轻的 我觉得她写这样的试作一定是说不是说我要背给你怎么样啊 找一些难题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她是希望有一点 一一二三的一二三一二三一一二三的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的一二三一二三 就是要放松,一定要放松啊 它是传递过去的 而不是按下去的 是一定要觉得走过去是个小半圆 你看我的手 是个小半圆走过去 当然真的弹的时候速度是小小的按 是个小半圆走过去 好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感觉到什么,他的音乐是不流畅的,对不对,我觉得音乐不流畅不是说因为他对音乐不熟练,而是他左手的爬音完全挡上了他, 他右手的步伐,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今天群里面还有人闻六八拍的爬音怎么说,一打二打三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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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没有,我再来一下, 一打二打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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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无旋律伴奏 这首诗歌是不需要那么满 我觉得它已经是在一个很甜美的状态里面 它不想想太多东西了 它就是觉得很美了 我就是要好好的享受这个一一练练的感觉 所以它不需要太满 也不需要很特别庞大的那种音符 特别powerful的音符 它就是很安静在享受即使到了 它就是散步散步散步 它就是在散步 然后看到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解读 在散步就看到 哇原来这里有个花园 然后有个凤仙花 在葡萄 在有一个有一个葡萄园 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散步 它不用 你还是 它看了那些东西 它确实觉得很美 但还是在一种很悠然自得的心情里面 呃 劲强 劲强 我需要同颜 一定要坚强 然后慢慢的下来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声音 这是我给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下面要弹下来 所以千万不用着急 我觉得就是很安详的在弹这个 这首歌你用最简单的排音伴奏 也会非常好听 但是一定要自己脑海里有一个声音 然后触节一定要 就让人觉得 你还这些词都是可爱 甘甜 然后还有什么 妙音 情心 欢喜 可爱自己 它都是很甜美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给它们留一点甜美的感觉 不能太浓 太浓 我觉得太浓会腻 就不要那种很浓妆艳慕的那种感觉 会腻 但是就是给它一种很清香的感觉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还是挺好的 大家要记得积极的把自己的视频传上来 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谈的是什么问题 不然就是 我觉得弥补了我不能批大家打卡作业的遗憾吧 但是这样讲解也更加的直观一点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拜拜